在一个私密的展览会上 应邀嘉宾一个个离奇死亡 身体的器官还被人摘去 恐怖死状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幕里就给大家带来一部悬疑短片 私密展览 在一个地下展厅里 一个胖子正对某人说到自己是一个护工 今天来这儿是陪一个视觉障碍的人看展览的 说着说着这人突然伸手一推 胖子到刀架凳上 两腿一蹬就领和饭了 随后一个金发红衣美女来到展厅 看到一个正在倒酒的文申姐 她走上去寒暄 字里行间无不再向文申姐表达着自己是个知名演员 可文申姐根本不买她的账 这时一个穿着斯文的眼镜哥登场了 她上来就对着文申姐一顿乱撩 可她没想到这个文申姐是个钢铁侄女 她根本撩不动 没办法她只好拿酒杯尴尬的走了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笑声 一个皮衣哥和一个卷毛婶说笑着走来 他们也一人拿了杯香槟 另一边眼镜哥和金发妹在一起看着展品 不过这么高端的艺术金发妹显然欣赏不来 倒是旁边的眼镜哥说的头头是道 这时一个视觉障碍的老婆婆来到展厅 呼唤着她雇佣的护工 见没人搭理她文申姐就上前将其搀扶到展厅 在所有人到齐后 展厅中间一个人头雕像上放起了投影 一个自称大帅的人说 她三年前死了 这是给各位嘉宾举办的展会 这可让大家有点懵啊 因为大家都说不认识大帅 随后大家就开始随便参观了 金发女来到一个展厅 看到一个椅子上坐着个胖子 跟过来的眼镜男还说 这个作品很有艺术感 像是在模仿某个名家 这让金发妹很好奇 她拿起胖子脖子上的名牌 想要遗憾究竟 可胖子倒地不起 把她吓了一跳 叫声把大家都吸引了过来 大家看到死去的胖子 纷纷表示要离开这里 可是电梯又出现了故障 大家都无法打开 金发妹表示要喝酒压压惊 卷毛婶和皮一哥 一起好不容易拉开电梯门 却发现文申姐已经口喊电话死在电梯里 而电梯也是彻底不能用了 于是皮一哥打算找一下 这个展厅的紧急出口 卷毛婶跟在她身后 路上还遇到了眼镜哥 他们来到出口 却发现这里已经被人从外部锁死 与此同时 瞎眼婆一直在和金发妹唠嗑 金发妹被吓得不行 又拿起酒杯喝起来 可没多久就开始口吐白雾倒地不起 瞎眼婆半天才发现 金发妹也挂了 她大声呼救 却听到怪异的声响 吓得瞎眼婆赶紧躲进厕所 没多久 一个人跟了进来 就在她转身离开的时候 瞎眼婆的手机响了 画面转到大厅 皮一哥发现金发妹也挂了 手里还有一个药瓶 上面写着眼镜哥的名字 她刚拿起药瓶的时候 就听见卷毛婶大叫 眼镜哥来到厕所 看到瞎眼婆惨死的样子 随后皮一哥也跟了过来 眼镜哥表示自己找了钳子 示意大家赶紧跟她从紧急通道离开 这时皮一哥拿出药瓶 递给了眼镜哥 眼镜哥接过解释道 这是她三年前做心脏手术后 就一直要吃的药 就在眼镜哥快解开门锁的时候 皮一哥打晕了她 皮一哥向卷毛婶解释道 她从金发妹手里拿到的药 眼镜哥就是凶手 说着拿出一根烟抽了起来 突然卷毛婶用袋子 闷死了皮一哥 眼镜哥醒来看到卷毛婶抱着雕像 自己还被绑在椅子上 原来大帅是卷毛婶的儿子 三年前大帅因脑癌去世 便把器官捐给了今天来的嘉宾 小胖移植了肾后 抱饮抱食得的糖尿病 纹身姐因烧伤移植的皮肤 居然在上面纹身 金发妹换了肝脏 还是天天喝酒 瞎眼婆换了眼角膜后 居然写成人小说 还把眼睛又熬瞎了 皮一哥换过肺 但还是经常抽烟 这群人没一个 好好珍惜她儿子器官的 眼镜哥急忙解释道 自己移植心脏后天天锻炼 非常爱惜心器官 可卷毛婶才不管这些 他拿起针头对着眼镜哥走去 画面一转 眼镜哥居然还活着 而且他还成了器官展览的举办者 并且还斩获了艺术大奖 这是怎么一回事 沐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沐薇 咱们下期再见